这节呢我们看一下形状中的填充和描边 那这边我们就先将一个合成确定一下 那么在空的合成中我们来画一些简单的图形 比如说你画一个圆形或者说星形 形状建立之后默认的状态它是形状独层 然后是内容中的默认的图形 我们在上面的填充和描边中点击 你可以设置它的纯色或者是渐变颜色 那我们这边填充是白色渐变呢 我们选择一个纯色确定 颜色我们尝试选一个绿色确定 调一下它的这个边缘 那么这个像素我们描到20个左右 大致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多边形 展开它的参数 那么除了它默认的这个属性之外 你可以在它的每一个属性中去控制 比如说你要更多的点 或者说移动它的位置 调它的旋转 然后还有它的内镜外镜和圆度的控制 比如说你的内外镜可以让它修改一下 或者说外镜 我们看到图形呢就会发生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去调这些圆度 当你的参数调到很大的时候 它就会进行这种特殊形状的一个组合 我们看到非常的漂亮 然后你的内外呢都可以再次去调整 产生非常华丽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图形 如果你在这个图形上看到填出和描边的话 它只针对这个图形 那我们在这个图形上 如果再点击添加加一个圆形 那这个圆形展开调一下它的位置 往下一点放大一点 那么它都会影响你外侧图形的一个变化 那么图形在结合组合的时候 我们这边再加一个图形 加一个椭圆 那这次我们这个椭圆二的话 依然是往下一点放大一点 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 那这边我们再稍微缩小一点 所以组合之后形状会变得非常的奇特 然后在这个属性中 因为都是一个填充和一个描边境控制的 因为它属于一个编组 那么如果你在填充中修改 这边这个非灵环绕感成机有的话 它中间运算的这个方式呢 又会发生变化 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化 然后我们右边还有几个按钮 可以看一下它的路径的一个翻转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路径在结合组合之后的一个变化 甚至是说你自己呢 任意的去调它的运算方式 查看它的变化 然后这个是填充 然后我们的描边 描边中也可以呢 去再次调一下这些参数 甚至是说我们点击一下颜色 改成相同的颜色 或者说其他的颜色 灵活性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是默认的状态 然后这些颜色呢 是可以去设置动画的 那我们找到这个填充的颜色 我们习惯描边放在下边 那这样子看的会更直观更清晰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一堆形状中找到填充 因为填充我们目前都是用的一个白色 如果你改成其他的颜色 我们看到它就会发生变化 那这边我们确定一下 然后这个颜色 我们看到是支持关键针的 如果你开启关键针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可以修改颜色 比如说改成蓝色 再随着时间的推移 改成另外的颜色 我们看到这个关键针出现了 展开 可以看到你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在运动的时候 也会看到颜色的一个多彩 顺利的变化 那么重点呢 就是说我们除了 会画图形之外 它的一些特殊的属性 包括填充和描边 都是可以去设置颜色方面的关键针 你可以给你的描边也去指定颜色 然后让它发生颜色方面的变化 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形状呢 基本上会变得非常的华丽 我们目前画的这些边呢 都是实现 所以填充和描边的地方都是实现 我们先把这个图形删掉 然后我们重新用这个图形 画一个圆形 那么图形有了之后 我们描的这个边呢 它是一个实现的边 那我们在它的椭圆的地方展开 描边的地方 描边之后 我们看到默认是有这个虚线的 你必须点击添加 虚线的才会出现 这边放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 百分之百的状态 虚线的边缘是可以轻松进行调整的 这边你可以去调虚线边缘数量的一个多少 还有它的一个角的一个限制 我们看到平头 圆头 包括这种矩形端点 你可以随意的去控制 然后我们在下边看到只有一个虚线的属性 如果你再添加的话 它会出现这个间隙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你把这个虚线的数值调低一点 间隙拉大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圆点就会出现 那这边还是稍微高一点 我们再缩小一点 那这样子我们看到这种 非常有趣的这个圆点 就这样子出现了 当然这个描边 如果你调的小一点 然后你可以继续去缩小 然后继续去加大 或者说缩小 可以看到这个虚线会更加的明显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稍微的加一点点的参数 偏移的话是整体的对这个点睛控制 然后我们这个是虚线间隙 如果你再点击加号的话 出现第二个虚线的话 去调整的话又会变成一条长一条短 所以灵活性是非常高的 那这边你可以把这个填充关掉 这样子我们借助这个偏移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非常漂亮的动画 那如果我们这边呢 任意的去置入一个图片 我们就随机置入一个图片 放在它的后方的话 比如说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将它放在下边 那么你可以去劝选你所需要的元素 甚至是给这个图形去画一个 简单的这个图形 或者是蒙版 然后我们可以去移动它 那么填中和描边 在这边展示出来之后 再借助我们这个动画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非常有趣的创意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填中和描边 还有一些简单属性的一些用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